1 各位观众晚上好 亚洲首位葡萄酒大师李志炎 曾这样子描述过蕾丝令这个葡萄品种 蕾丝令有种如水晶般纯净的风味 如镭色光一般精妙的口感 足以令人神魂颠倒 几乎没有一位葡萄酒专家不爱蕾丝令 而如果想要品尝到最经典的蕾丝令 那不得不提到他的最重要的一个产国 德国去进行一番深入的探索 今天红酒世界直播间邀请到了德国著名酒庄 莱根米勒酒庄的庄主Stefan Legge-Muller 带我们进行一场德国雷斯令的深度畅游 首先我们让Stefan Muller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i Stefan, Welcome to the live podcast of oneworld.com Could you please first give u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yourself to the audience Yes of course, my name is Stefan, I come from Germany I am a winemaker and I grew up in the Pfalzeria which is very south-west near Elsersen border And today I live in the Rheingau Valley near Frankfurt And I love Riesling, Riesling is my passion 刚刚庄主提到就是他是出生于法尔兹 也是在法尔兹长大的 他是莱根米勒的他是十分喜爱雷斯令这个葡萄品种 雷斯令就是他的挚爱 So when did you take over your family business? In 1990 I took over responsibility But of course I grew up in a winemaking family with a very long tradition I am the 16th generation And we are over 450 years involved in doing fine wines And so of course you have to help when you are even when you are a little child So you go out in the work in the vineyard Or you go in the cellar as a helping hand And yeah so I love to go out in the vineyard So I know you have four children So your children are all the same like you To be a helping hand when they are very young Yes they have no other possibility OK 就是我们刚刚跟庄主有聊到 他是在1990年开始接管了家族企业 他是家族的第16代传人 庄主的话很早就开始接触到葡萄酒了 因为他从小就要在葡萄园酒庄里面做一个帮忙 然后他的儿四个 他有因为我知道他有四个小孩 他的四个小孩现在也是经常会帮酒庄处理一些事物 所以未来预计他们 他的小孩会成为酒庄的第17代传人 那么在Stefan带我们深度畅游德国雷斯令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雷斯令到底是起源于哪一个国家的吗 如果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言 我们现在来请Stefan给我们来讲解一下雷斯令吧 作为主持人的这么一名的韩式旅馆 你应该非常熟悉和亥斯令 对吗 对 对 对 可以你给我们一些短时间介绍的荒芝蝕和这种荒芝蝕吗 荒芝蝕是很古老的荒芝 它的第一次发生是在15世纪的荒芝蝕 我从来到的荒芝蝕 它是一种最多的白酒的白酒 以说是一个真正的风格的荒芝 lusive这个 acontece1991年代 滑温蝕, LightFed的阶在而且翅年 很自由地时 нач点� ado 可能可以创作着酿酪酹重量的酼 装芝蝕之痘友亚 让我们先出原来 adrenal水 雷斯令 first appeared in the 15th century in Rhine Valley, right? So it comes from German, right? Yeah, nobody knows where it comes from. It seems that it's a wild grape gift from nature donation. Yeah, yeah. 其實說到雷斯令真正起源於哪個國家, 那還真是很難說, 因為現在還沒有一個這樣子的定論, 但是人們第一次發現雷斯令這個葡萄品種, 確實是在15世紀在萊茵河畔, 然後剛剛Stefan也給我們做了一個關於雷斯令這個品種的簡單介紹, 雷斯令比較適合,儘管雷斯令是需要一個在一個比較涼爽的氣候條件下生長的, 但是它所需要非常高溫炎熱一點的白皺, 然後需要在夜晚有一點涼爽的氣候, 這樣子的話雷斯令就可以充分的積累糖分, 然後同時還能保持極佳的酸度。 所以,可以給我們一些介紹的介紹和雷斯令的技巧合法 和雷斯令的技巧合法嗎? 對,雷斯令有長期的雷斯令的雷斯令, 因此雷斯令是很遲遲的年紀, 雷斯令悠採了以朱雷斯令和日子的酸度為小火紅 和妖斯令及瓦斯令, 但是,在一些傳統的屋台, 仍然是藝術的藝術, 但這並沒有關於藝術, 這就是大藝術的藝術, 並非為一個藝術的印象, 而為一個藝術的味道, 而為一個更加調整的藝術性。 OK 刚刚我是问了一下庄主关于雷斯令这个葡萄酒该如何酿造 雷斯令这个葡萄酒因为它是生长在一个比较凉爽的气候 所以说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晚收的一个葡萄品种 它采用的发酵方式一般是低温发酵 然后发酵的容器一般都是使用的不锈钢罐 然后这种做法是为了保持它的果味 但是有一些传统的酒庄它会使用一些老的大的橡木桶 但是这种橡木桶不是为了赋予葡萄酒任何的橡木风味 而是为了使葡萄酒中的矿物风味更好的融入到葡萄酒中 说到雷斯令 那么就不得不说到这个雷斯令葡萄品种的另一大特色 它是风土导向的一个葡萄品种 那我们也请庄主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这一大特点 那么我们知道雷斯令是 terroir-driven 对吗? 可以给我们一些解采用的这些部分吗? 当然 terroir-driven means 你能发现找到达到水尺之中是层正在达到达里有来尾尔的达到核 become 的 所以因此 能核出汆变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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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有什么物业在达身上? 有まで Vivian 它员是达到达到达土 它 ум想 thermal派到达土 你会有更多的雷斯令和桃子 所以这些酒店是完全不同的 它们仍然是雷斯令 但它们完全不同 刚刚提到就是 因为雷斯令这个葡萄品种 是非常风土导向的一个葡萄品种 所以说当你品尝雷斯令的时候 它有可能 虽然说它们都是雷斯令 但是它们会有很大的区别 我记得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品尝一款高端的雷斯令 你甚至可以品尝出杯中的风土 那么说到不同的风土 那么我们都知道 德国有13个风土各亿的葡萄酒产区 那么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雷斯令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是哪几个吗 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我看到留言的话 我也会在直播中说一下 这边看到有观众是留言 摩泽尔是最好的一个雷斯令葡萄酒的产区 那么雷斯令到底是否是德国最有名的葡萄酒产区呢 摩泽尔到底是不是德国最有名的雷斯令葡萄酒产区呢 还是让我们庄主来解释一下吧 我只是问了观众一个问题 哪个地方最有名为烈酒产区 他们说了 Mosul是一位最有名的地方在德国 那是正确的 Mosul有很长的传统 甚至在葡萄酒产区 那是我们来到 Mosul 而 Mosul继续过200km along the Mosul River 那是很美丽的地图 地图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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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庄主回答 就是雷斯令确实是一个比较 是德国十分有名的一个 摩泽尔确实是德国雷斯令 十分有名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因为摩泽尔拥有非常久的历史传统 这里釀造的雷斯令葡萄酒非常脆爽 非常带有丰富的果味 还有矿物风味 那么除了摩泽尔 还有其他哪些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呢? Do all the German wine region produce Riesling wines? Yes, most of them do because Riesling has a long ripening window and to its northernmost latitude they are allowed to do in these years but to say so in terms of size Pfalz in these days is the biggest area the wines there are early mineral they are more focused on the dry wines with flinty texture they are juicy and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type of soul and from Rhein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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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lso world famous for its incredible acidic structure and his pronounced fruit and after grapefruit maybe orange zest the vineyards are southward Face sloped Rheingau is a small area only half as big as Mosul and so with small parcels and there's a long competition between Rheingau and the Mosul and maybe Rheingau can do both they can also do nice concrete corsica vex in the dryer style and also do fine sweet wines with on the top like with a TBA on the top ok 就是刚刚问了一下 庄主 德国是不是所有的13个葡萄酒产区 都会产雷斯令 庄主的回答是 确实 德国的葡萄酒产区 多多少少都会生产一些雷斯令 但是最主要的产区 还是集中在法尔兹 摩扎尔和莱茵高 法尔兹的雷斯令的产量是最多的 然后其次是摩扎尔 然后莱茵高是最小的一个产量 但是摩扎尔跟莱茵高的话 一直是处于一种竞争的一个状态 摩扎尔酿造的风格更偏甜甜型一点 而莱茵高的话 甜葡萄酒和干白都会有酿 但是他们能酿造非常好的 特级原的干白 也能酿造非常 能跟摩扎尔媲美的 TBA甜白葡萄酒 那我们还是来深入了解一下 这三个葡萄酒产区吧 就是法尔兹、摩扎尔和莱茵高 这三个最重要的德国雷斯令产区 所以说虽然有13势的组合 罐子,萝卜,萝卜,发尔 are三个最重要的萣卫萌区 在英文的国际 the point are more on the acidity the Mosul wines more on the sweeter on the sweeter side and the the false wine are more earthy and full-bodied and more focused on the drier side and it's easier to work because they're not so steep the vineyards and in the in the Rheingau Rheingau is very small and so Rheingau is concentrating on exclusive wines from famous vineyards in centuries and in Rheingau we found the Spetlese which is a speciality from was born in Rheingau to say so and because when near the rivers to come the the fog and in autumn comes the noble rod which leads to a concentration of minerality and sugar and so if the conditions are the best you get the TBA at the end so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Mosul because Mosul is also close to the river that is the secret of the of the noble sweet wines yes the rivers yes the Rheingau and the Mosul 刚刚也是提到最重要的德国最重要的三个雷斯令产区分别是法尔兹 摩托尔和莱茵高摩托尔莱茵高其实因为靠近莱茵河畔所以说它的情况跟摩托尔 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它的河流能提供一些在早晨的时候能提供一些雾气 这些雾气的话就是为可以为贵府生长创造最好的条件 呃所以说呃蓝茵高刚刚也是说到也能量造非常好的跟摩托尔足以媲美的 TBA葡萄酒呃刚刚还提到的一点就是它们的土壤不同 摩托尔的土壤呃跟蓝茵高的土壤是有区别的摩托尔的土壤可能更偏呃像是我手中的这一幅照片 它是更偏板石这一种slate叫做slate的土壤但是蓝茵高的话呃它的土壤是完全一样的 全部一样的 can you tell u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h the soil of 摩托尔和摩托尔的土壤 because uh this one is more typical for摩托尔 yeah this is the blue the blue slate yeah and you nearly find it only on the on the 摩托尔 and in the in the pfalz you have different type of soils from limestone 呃 and you also find some uh some slate in the pfalz uh uh and uh in uh also some slate in the in the in the rhinegau um but most in the rhinegau you have more the quartz soil and the claystone soil uh which uh leads to different wines okay就是刚刚提到土壤的不同 呃刚刚我所展示的这个呃板石的土壤最主要还是集中在呃摩托尔地区 虽然说呃法尔兹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土壤呃蓝茵高也会有一点 但是呃都不会特别多蓝茵高更主要的是呃呃呃 clay soil就是年年土呃呃 this two soil uh sample is brought from the rhinegau this is a rhinegau yes from the two from two different concurs okay this from uh our two best uh concurs i have here um a map of the of the heart of the rhinegau we are here in in erbach yes very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between erbach and hattenheim you find all the famous concurs and the more colored it is the more expensive is the vineyard and the wines and here the interesting is here's the makobrunn is around six hectares this is 2.5 hectares of schlossberg see a more the brown one so the darker one is the makobrunn and the vineyards are next to each other and the soil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it's a real secret yes so the one from these two vineyards are also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yes yes we do spontaneous fermentation we add nothing to the wine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t mea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terroir the schlossberg is more on the the fruit fruit driven more on uh on yellow fruits like uh grapefruit like peaches and the the makobrunn is more more the herbal side yes and more tasty and uh more have more has more acidity uh刚刚就是谈到呃我们庄主亲自从呃 来英高这边几千公里大老远带过来这两种土壤就是在arebagh这是在arebagh这是在arebagh地区的两个土壤 大家可以看到图中最上面这一块叫macro 呃钢区 right 嗯嗯嗯这个这一个土壤的话是颜色比较深的那一个呃另外就紧格着他的就叫schlossberg 钢区呃这一个的话是颜色比较淺的一个土壤这两个土壤其实是紧挨着的但 但是他们的土壤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们所酿造出来的葡萄酒的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酒庄在采收了葡萄之后 他们会同时发酵葡萄 他们会同时将葡萄成年 然后最后酿造出来的酒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的颜色 其中最深颜色的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样本来自特级园的这两个土壤 是最昂贵的两个葡萄园 Thank you 所以说大家对这两个摩泽尔和莱茵高 这两个地区不同的土壤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吧 那么说到莱茵高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在位于莱茵高的那一个莱哈德森古堡酒庄 那我们还是要请庄主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座历史悠久的酒庄 我们知道的 维尼亚是一种最重要的部分 熊iß teachers and this soil is from Slosch Reinhardzhausen, right? Can you give us some explanation of this binary? Reinhardshausen is an icon chateau in the Rheingau this year is 680 anniversary of the chateau and for this long time Schloss Reinhardshausen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the wine history and of wine culture. In our dresher salary we have wines back up until 1861 and Reinhardshausen is the largest private estate with the best vineyards in the Rheingau. We have 11 different Grand Cruises, we have nothing else. And which is also very unique is that we have the Insel Mariannenauer in the middle of the Rhine, which is the oldest island in Germany where you can grow wine. And here there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erroir, it is a special claystone terroir. And here we have the historic rape, the Rothe Wiesel. I will explain later, yes. And so the Chateau belongs for centuries to the royal family of Preussen or Prussia. Preuzen is an area,was a famous are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ermany. But after the war they gave up monarchy. And so these days they live in London but they hold the property. And now my famil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wines. We have to save the tradition. But of course we have to keep not only tradition,we have to keep the fire burning. And so wine is always an expression of its time. And we work very traditional,all is handmade in the vineyard. And our traditional cellars,which are completely underground. We have over 100 wooden casks. They are very old. We have to replace a few every year. And so we work very,very slow. The wine needs time. And our wines have to be aged. They have a good aging potential for decades. Even the dry wines. And so we are focused on dry concurs. Means the große Gewett. And but also we take a special look at the traditional Praticard wines. Means Cabinets, Spätlese, Auslese, Bärenauslese and also the TBA. We have not so specialized on ice wine because it's too warm. The wine is like a heater. In winter. So you are more focused on the dry style wine. It's panned on the vintage. And if the nature allows,we are focused on the noble sweet wines. I would say Cabinets, Spätlese is possible every year. Of course BA, Bärenauslese or TBA, Trockenbärenauslese. You need to have the special harvest like 2015 before was 2011. And nearly every decade there is a special vintage. So maybe the TBA one are more precious for you,right? Because you cannot produce it. It's a question of image. Among the wine world,to be honest to Germany in total we have around 100,000 hectare. only 3% belong to Rheingau. 100,000 hectare is similar,the same size than Bordeaux. And nobody would care about Germany without Riesling. So our only possibility and we had the experience for centuries now is to grow Riesling. And the German witness,they make a great job. And the wines are very unique. And so in Reinhardshausen here among the top wineries. And so we have this great value of history which is additional. Of course the wines must show the quality. And they show the quality. Because these vineyards,they give the best wines for centuries. There are many of the beers,but they tell them that this wine world is a tradition. And the past,we're quite delighted to have a few risks. So let us know the most of the words in this tradi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wine world is a vintage wine world. And thank you for that for just to just briefly introduce the fact that the wine world did introduce the wine world. The wine world is 680th anniversary. 然后它是在 在 莱茵高这边拥有 11个特级园 还有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莫过于它拥有一个马里亚纳海岛 这个马里亚纳海岛是 德国唯一一个 能种植葡萄的一个海岛 所以说也是十分具有特色 然后这一个酒庄呢 之前是属于普鲁士 普鲁士皇家的 一个酒庄所以说是一个 非常传统非常 具有历史的一个酒庄 酒庄的话会 酒庄 非常具有历史 传统 他们酒庄 更会专注于 酿造一些干型的葡萄酒 但是他们同样也酿造一些 甜型的葡萄酒 包括TBA这些等级的 而且这些等级相对于酒庄来说 可能会更加珍贵 因为这一些葡萄酒 这些葡萄酒并不是每年都能酿造 上一个酿造 这个TBA等级葡萄酒的年份 是2015年 再上一次酿造的话就要 追溯到2011年了 那么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可以科普一下 普鲁士 普鲁士其实是在19世纪取得了战争之后 成为了德国的皇室 而这座的酒庄正是起源于15世纪 普鲁士家族 他们 而普鲁士这边 我们今年3月份 其实是去了一趟酒庄 我这边有一个当时照的一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当时在这一年纪取得了特别的照片 我当时在这一年纪取得了特别的照片 在这一年纪取得了 所以你现在穿了 这些红衣服 对 红衣服 可以说一下这些传统的 红衣服 红衣服 是非常传统的 这是 是 红衣服 对 您可以看到 我们的 红衣服 是一種普魯士藍的標籤,這是一個傳統的康律萊atzhausen 標籤, 用了俱藍色的標籤,這是一個廣州的顏色。 這位標籤是長時間用的標籤。 剛剛提到,這種顏色叫普魯士藍, 是他們酒莊的一個非常長久的傳統。 包括他們的酒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酒標,還有他們這個披風,都是藍色。 他們就是特別推崇這種顏色。 就像是中國古代會講到有黃袍加深這種效果一樣。 然後這裡是藍袍加深。 是另一個特別的地方,這是馬里亞。 那是馬里亞亞島上所在這張照片。 這條片可以告訴我們更多關於這條片嗎? Yes, this is a mystic island, like all the tales, the German tales that play along the Rhine river. Rhine means fog, means tradition, means castles, means mystic. And here this is a different story, I have here a new holding the camera. This is the old farmhouse and here all the vineyards, they are flat. And here we do not the white Riesling, we do the historic grape, which is the Rote Riesling, which is the same age than the white Riesling, but it disappeared. Somebody said because the birds, they love the color, the pink col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s the same, so we do some other way of winemaking. So we like to bring a little bit of the color, and the color is all in the skin. So we do a skin fermentation, and do a mellow lactic fermentation, and then we age it a little bit in wood. And so we are gentle colored, and so it is a very expressive wine. We don't want to compete with our wines from the Grand Cruises from the mainland. So i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o we allow us to do some other way of winemaking. Winemaking usually is a word I avoid, because you can't do winemaking with the Grand Cruises. Yes, yes, you have to learn from the vineyards, yes. But here, from the Rote Riesling, to work out the differences to the white Riesling, yes, we do skin fermentation and mellow lactic fermentation, we give a little bit more wood. And here, you see a little different label, and you see the gentle rosé, the color, yes. And so it is a very extraordinary wine. And besides the Rote Riesling, we do a Chardonnay. The Chardonnay is the eldest Chardonnay in Germany, introduced by Robert Mondavi. They were friends with His Royal Highness Prince Nicolas, and Robert Mondavi were friends. And they decided together to plant here Chardonnay on the island. And we also do Sauvignon Blanc and a little bit of Pinot Blanc. So completely different varietals. Only Riesling is the same like the white Riesling on the mainland. And that's why I got ahead. I think that for a couple of people, I would say Ramehawana, Ramehawana Hondo, the most famou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 hint of Thanks to have a reference to the feminine tree, which is the red rose pink. Moving on, it's the red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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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ge. 葡萄品种 其实红雷斯令跟雷斯令的起源时间是近似的 但是现在红雷斯令已经逐步走向灭绝了 它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小 这里面有一部分猜测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雷斯令的葡萄品种长出来之后 果皮颜色太漂亮了 所有的鸟类都争相来吃 所以说这个品种的话 就逐渐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然后只有在马里亚纳海岛上面会有一点 然后因为它的品种不同 所以说它跟雷斯令的酿造方法也会有点不同 刚刚提到雷斯令是更风涂导向一点 它会是避免使用橡木桶发酵 它是使用低温发酵以最大程度上的保留它的果味 但是红雷斯令的话 它就它会更多的使用一些带皮发酵 然后同时还会做苹果酸乳酸发酵 也甚至会用一点橡木桶 这样子的话能赋予它的更赋予葡萄酒更好的风味 除了马里亚纳海岛除了这个红雷斯令比较特别以外 还有一点特别十分特别的就是 酒庄庄主其实跟罗伯特蒙大为关系特别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罗伯特蒙大为是谁 也就是作品一号的一个创建者之一 他曾经来到马里亚纳海岛 然后他带来了 他在这个岛上视察了一番之后 认为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种霞多利 还有长香丝这些葡萄品种 所以说一些国际新的葡萄品种包括霞多利长香丝 还有黑皮诺也在岛上也有种植 这就是岛上出产的另外一款霞多利葡萄品种的一个葡萄酒 我们也有参加冰水产品用了 我们也有参加冰纳的纳的葡萄品 我们也有参加冰纳的葡萄品用了 这个岛是一种自然的自然的自然 很厉害的地方 它不是不允许的公司能充足 有家人做到参加冰纳的 但是我们可以干净的资料 我们可以转的资料 逛逛是去看我们的草莓和草莓 这里我们看到草莓 然后我们做一个草莓的草莓 你会在那里的草莓吗? 非常限制的 因为在酒店之后,有时候会有草莓 刚刚酒庄庄主还说到 其实这个马里亚纳海岛 它是属于一个自然保护区 它是一个私人的海岛 其他公众是不允许拜访的 所以说这个岛的环境保护得非常好 酒庄上面还会除了酿造葡萄酒 还会甚至会酿一点啤酒 但是产量非常少 如果大家有幸去到酒庄的话 也许可以品尝到 那么除了马里亚纳海岛和刚刚说的 红雷斯林 Shorloff Shrein Hatshosen 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 那就是他们的酒窄 我知道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Shorloff Shrein Hatshosen 就是你的一家的酒庄 对吗? 对吧 可以给我们更多解释 我们有最大的酒庄 我们有最大的酒庄 最大的酒庄 是像一个蜻蜓 我们有最大的酒庄 我们有很小的酒庄 因为每个酒庄 每天的酒庄 是分裂的 是分裂的 它是轻轻折 开始了 我们使用了 我们使用了 古墙的木材 有人会说这些是老式的 但是我们相信 这些技术的技术 We give the wines time to get gentle pressed and of course these wines need some years of aging before you can try them. We also have a big cellar with wooden casks which are oak and the eldest are over 100 years old and we call them the Stückfass means 1,200 liters or the double Stück means 2,400 liters.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new barrel we call beric. Beric is not good for Riesling because the toasting is too strong and so the clear fruit of the Riesling can't express. You mean the beric is something like French use to age their wines, right? Yeah, it's okay. It's for red wine and also for Chardonnay, some Sauvignon Blancs. But for Riesling, the tradition is to use bigger barrels. Okay. Okay. 剛剛說到酒莊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他們的一個酒窖. 他們的酒窖,他們是擁有德國最大的一個地下酒窖.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也是裡面就是我們今年3月去拍的. 然後裡面全都是很古老的一些葡萄酒. 都是成年了非常擁有非常悠久歷史的葡萄酒。 除了這些還有酒窖的酒莊的一些, 包括釀造葡萄酒的一些工藝, 包括壓榨也會在他們的地下酒窖中進行。 然後他們一般都是會選擇輕柔的壓榨方式來保證傳統。 然後葡萄酒成年的過程中呢, 會選用他們有很多一些老的, 非常傳統的一些大橡木桶, 但是不會用像來自法國給紅葡萄酒成那樣的那種 法國小橡木桶, 因為他們不希望太重的烘烤味加入到雷斯令葡萄酒當中。 那麼其實我們知道, 除了Reinhard Hosen, 萊格米勒,其他還有很多其他酒莊, 我們讓Stefan再跟我們詳細介紹一下, 包括位於法爾茲的兩座酒莊吧。 除了Reinhard Hosen, 有哪些特別的酒莊? 在法爾茲拎的兩座。 我們這裡有兩份的雷幣, 而且我們有那些的雷幣。 最高最高最高的高最高 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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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高的雷幣。 所以這代表很好的一個很精出去。 我们也有唯一的棉花在法治 这就是说他们有的香味 的棉花在棉花的棉花的棉花 和的颜色的范围 所以他们很一样的棉花 你提到棉花是棉花的棉花 是所以我可以说这虽然是 Brenад云上的棺落 是棺子在棺子没有太大如果棘子 在棺子里 lif有多 我得登啦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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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們 有 好 餐 配合 當然 你 可以 吃 在那裡 剛剛說到 除了 修羅斯萊因和 超森 還有另外 兩個非常有名的 酒莊 一個就是 萊根米勒 他位於法爾茲 自己原本的一個酒莊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 聖安娜 這兩個也是法爾茲 最好的酒莊之一 聖安娜的話 擁有一個 特級葡萄園 他的葡萄園中的土壤 也是跟 摩哲爾特別像 都是 slate stone 都是板岩 但是 它的顏色會有不同 聖安娜的話 它是 更偏灰色一點 而 摩哲爾那邊 剛剛莊主提到 是更偏藍色的板岩 但是 而且 聖安娜的葡萄園 它的坡度 不會那麼 抖 然後 它的 它的 它是位於 350米的高度中 它是 當地最高的一個葡萄園 所以它的氣候條件 也不完全一樣 所以說 釀造出來的葡萄酒 也不盡相同 所以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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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當它 有這麼多的種種類 我們需要 配合 食物 所以 很難 配合 食物 對嗎 很難 對 你選擇 哪種 配合 哪種食物 對 如果 你沒有經驗 所以 當然 很簡單 首先 你必須問 哪些葡萄 你喜歡 我喜歡 是 一個 比較淨 或是 一個 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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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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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的 脂質 和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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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獨特 揚 P Hadi Rush N. Well, when you mean meat, for example, I would recommend an aged Ruizling on the drier side, dry aged Con Brew από Kisso Quebec or across Lage and then at least five years and not too cold Venice is a good wine and of course then Riesling can develop the petrol notes which always remains reminds a little bit on rubber or lubricant it's a very kerosene which is a very special taste and maybe a little bit phenolic and then this match perfect with even with meat dishes or with roasted duck okay sometimes when the steak is senior maybe you have a red wine it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 what is favorite for you but Riesling there is no limitation you can go with starters and can the whole menu up to the dessert yeah of course he can go with dessert because the Riesling can produce extremely good sweet wine yeah yeah and you mentioned aged Ganku dry style Riesling this was this style Riesling is tend to be fuller body yes they are they are fuller bodied we try to avoid too high alcohol decrease this is not Riesling this is more the the Chardonnay for example so in the dry style 12 12.5 some year 13 that is that is completing yeah the secret of Riesling is to to transport minerality and fruit and power without alcohol okay thank you uh...刚刚提到就是配餐的一个问题因为蕾丝令的风土不同就会带来不同 同风格的蕾丝令那么呃配餐该用如何呃哪种蕾丝令去配你的钱菜去配你的呃去配你的呃呃去配你的呃去配你的呃 去配你的主食去配你的呃甜点所以说也是非常有讲究了刚刚庄主提到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个人的喜好看你个人是喜欢喜欢甜一点的蕾丝令还是喜欢干型的蕾丝令呃呃 前菜的话一般会配酸度比较高一点的雷斯令 然后如果要配主食的话 其实雷斯令也可以配的 就是这个时候建议是选用 经过成年的干型的特级原的雷斯令 这样子的话 这些雷斯令会有 酒体会稍微饱满一点 但是它的酒精度不会那么高 它更通过的是它的一些矿物味 然后带给它的一种口味上面的补充 除此之外 在成年过后 雷斯令还能发展出一些汽油的味道 这些味道有一些比较独特的风味 有一些拿来配餐会有别样的风味 然后庄主这边建议是 成年的雷斯令可以用来配一些烤鸭 或者是野味啊等餐等菜品 是贤の restoration 所以你有在锅片 是的 要加油 Wikipedia feather 偏超辣 art 双 guests 如果一些偏最甜味或是因此 唯一 跟亚斯令 我认为,你会有自己的双方 刚刚庄主还提到,中国人最喜欢吃的摩果鱼 比较稍微带一点辣味的菜 中国很多省份都是吃的口味都是稍微偏辣的 那这个时候庄主建议的是稍微配稍微甜一点的 雷斯令会稍微好一点 I think time is limited so we need to leave some time fo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from audience let me see which questions okay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petrol flavour where does this petrol flavour comes from 是它是一種類似的角色的 是它是在《Grey》 它是一種類似的 一種類似的《Mature World》 它是以為經驗的奴障 這份奴障礼是現在 到現在的《Wine Aroma Wheel》 所以沒有人知道 exactly where it comes from. I will tell you some opinions where it used to come from. Say low yields and very direct Sun exposure, high ACTT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il for example. 所以它可以认为,可以说,检测水有更多葱,但它没有关系 和检测水,但是这些引擎是解决的,这些提案是重要的, 是要用检测水,它需要几年之前,但你不能说, 在三年后,这瓶的必须有检测水,有检测水,可能会有检测水 十年之后 without a petrol note so petrol note is indeed a sign you can recognize a wine of origin and top quality so the petrol note is in the raisling in the first few years it just don't come out yes because you have the primary fruit stone fruits peaches whatever and and the primary food going back and you have to second and that's yeah rooms and then you will discover sometimes the petrol 刚刚刚庄主回答了关于雷斯令汽油味的这一个问题 其实汽油味的话具体官方的一个说法具体这个味道是从 哪里来还没有很官方正式的说法但是汽油味已经 确实是成为雷斯令最独特的一种风味而且已经写进了 官方的香气年轮之中庄主这边给到可能会产生雷斯令 会产生汽油味的原因可能是由以下两个第一方面是因为 它的低产第二方面是因为它它的高长时间在阳光下的在 阳光下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汽油味 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它的酸度 汽油味的话雷斯令的话汽油味一般是在雷斯令当中就有了 但是它只是在前几年没有发展出来 因为它的果味会更重它会掩盖它的汽油味在成年之后 果味稍微弱了一点然后汽油味就会慢慢的发展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观众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您的问题 您的问题是您的喜欢的汽油味道和汽油味道 的汽油味道和汽油味道 对于我来自然的汽油味道 对于我来自然的汽油味道 我喜欢汽油味道 从各种不同方面的汽油味道 对他们不固定的汽油味道 对我们的汽油味道尽做这些汽油味道 我们需要做这个汽油味道 我们也必须做这个汽油味道 但是当然我们必须看待有变化整个汽油味道 对于各种喝意味道 与各种汽油味道 然后我们的汽油味道 就是一般的汽油味道 在哪种汽油味道 我有一般有些汽油味道 因为它们有些汽油味道 这是很流氛的知词 每天你用了你的酒店,你用了不同的地方 我喜歡蒜蓮,例如,在Vranconia中, 在Bavaria,蒜蓮蒜蓉裡有的蒜蓮蒜蓮, 他們通常有蒜蓮蒜蓮, 但是他們做了一些蒜蓮蒜蓮, 而且我們還有我們在蒜蓮蒜蓮的地方 因為我可以喝第二磅或第三磅 你可以喝兩磅嗎 對,我可以喝兩磅,沒問題 只用一磅,OK 那是極了 那是個秘密的磅,Xavier 因為在較低磅,我比較喜歡 Cabinet和Spitley 所以他們是低磅 我喜歡美式食品 在德國,亞洲食品很流行 而且飯食品也有 中國食品,法國食品,法國食品 也有四處,而且是拜主食品 非常配合 但,殊ồng藝品,在德國中的禮物 我都喜歡臨時利食品 但是,如果你會喝一磅, 這磅,可以吃飽糖 或者是說的甜食品 是是真實的一種超名的規格 so of course you love your own Riesling right 刚刚庄主提到 问他喜欢哪一个地方的雷斯令 其实这个挺难回答的 因为他喝的雷斯令确实比较多 他有的时候更偏爱一些 不同产区的一些雷斯令 反而不是来自莫兹尔 莱因高 或者是法尔茨这样子的 主要雷斯令产区 甚至他也会觉得挺好的 然后更多德国人的话 可能会更喜欢一些干型的雷斯令 但是随着各种亚洲菜系传入德国 包括泰国菜 包括中国菜 这里面这些很多菜系都是有 就是比较辣 然后庄主也提到 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辣味的菜系 然后跟雷斯令 跟带一点甜味的雷斯令 是十分搭配的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再来挑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 刚刚谈到有谈到是红雷斯令 这一个葡萄品种 那么这里也有观众十分好奇 到底红雷斯令是怎样的 我们请庄主再给我们深入的讲解一下 这个葡萄品种吧 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说 特别某种各种各种外种 在 Mariana Island 叫做芬斯令 对吗 有些观众想知道 更多的地点 这里的芬斯令 什么它看起來 是比较尽不尽的 它看起来 或者是 它看起来 它看起来 它看起来的 它看起来的 か它看起来的 and yeah so the the color is in the skins and therefore we do we do the maceration so we do a fermentation maceration fermentation for around a week and in this time all the the color is going a must okay yeah and then we do a gentle pressing and we only want it lightly colored because otherwise it's getting like a hybrid it's too much phenolic and so it's it's very nice it's very dry but it goes fantastic in first appearance is 1490 or also in in Reinhardt means 55 years later than the white Riesling but it completely disappeared nobody knows exactly why because it's thicker in skins which therefore it has that color thick skin yes therefore we can do a skin fermentation and so yeah it's a one of it's not a crossing it's a real uh real historic grape so this is very very interesting so have you tried to use this red grape variety to make a red wine it's not possible no no the color is not enough okay yeah that is a lighter color than the pinot noir the same problem with pinot noir although it has thick skin it's thick skin but it's thick skin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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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it is not colored enough okay uh剛剛提到就是觀眾特別好奇的一個 紅雷斯令這個葡萄品種它的這個葡萄品種其實皮會稍微厚一點但是呃它的一個 顏色是非常淺的如果想要用這個紅葡萄品種的雷斯令來釀造一瓶紅酒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呃裝主一般是選用呃這個紅葡萄品種的雷斯令釀造桃紅葡萄酒 然後壓榨的方式都會選比較輕柔的方式來壓榨然後來釀造一款非常優雅非常精緻的葡萄酒 很好 so it's elegant and delicate rot yeah but it's very limited at the moment so yeah we want to yeah we want to plant in you a new vineyard next uh spring time but yeah it's very it's very limited to get the wines and so uh where we have to see how it will develop okay 每年多少磅製的盒子有多少年? 的罐子是? 是的 只有5,000磅製的盒子 只有5,000磅製的盒子 OK 这是真的少了 是的 少了 但是我们想增加 是的 刚刚提到 红葡萄的雷斯令确实是十分稀有 它的年产量大概只有5,000磅 然后庄主这边也是正在想办法 去多种一点雷斯令 看这种品种的雷斯林 看是否能提高它的产量 提高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OK, I think time is enough Let us cheers and Cheers Cheer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eading us to our Deep Laysling Tour Thank you 本次的直播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谢谢